云林县府拼观光7月推出了抽奖活动 投奖是价值80万的汽车 还有包括电动机车以及iPad的300个奖项 在今天进行抽奖 结果扣除重复登录 符合抽奖资格的竟然只有1294张摸奖卷 中奖几率超过了23% 非常的高哦 让很多民众觉得没去参加蛮可惜的 而投奖是有一名高雄的许小姐抽中 但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 气氛超尴尬 第一大奖价值80万的汽车得奖者终于出炉 不过打了电话哇气氛有点尴尬 打了三次电话得奖者都没接 尽管有人起哄要重新来过 但中奖人还是符合资格 让现场所有人超羡慕 透过这次活动我们成功的创造出来 将近两亿的商机 这次活动配合交通部观光局七月份推出了安心旅游 云林县政府再加码 只要民众到云林住宿就能获得摸彩券 投奖是一辆汽车 其他大小奖品包括电动机车一共三百份 扣除重复登陆 只有1294张摩采券投入 中奖几率超过百分之二十三 等于四到五人就有一个会中奖 有人后悔当初没参加实赛 太可惜 值得一提的是明明七到十月云林县旅游 住宿就卖出四万九千间房 创造了一亿收入 但很奇怪 却没反映到抽奖摸彩的数字上 工作人员分析 游客年纪大不会上网 加上不愿留下个资 可能是重要原因 不过今年错过没关系 县府为了拼光光 由云林送汽车的活动 明年还会继续举办 把握机会 说不定下回汽车得主就是你 接口正记 远连不得